LAYO 了世紀 田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我們來看崛起隊的3B30團戰 崛起隊這個比賽我稍微講解一下 這個崛起隊是有一些新的隊伍組成的比賽 像什麼老牌戰隊、GL、AM、VIPER他們那些隊伍 都是不能加入這個賽事裡面的 這個比賽台灣也有參加 但目前台灣的成績並不是非常理想 但沒有關係我們還有其他DUO也可以來看一下 說不定我們台灣隊也可以學習到一些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選擇的是緬甸人 緬甸人也是我們熟知的Selene Selene他也是之前我們頻道上很常出劍的 但他最近在天梯比較少打 最近是在苦練團戰的樣子 可能是為了準備這個比賽 那選擇緬甸的話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擁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後期的飛鏢騎兵也是團戰之國的單位 非常強大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選擇的是曲折羅倫 這個是瘋狂安迪 瘋狂安迪選擇曲折羅倫也是OK的 因為他團戰的目的是要出這個駱駝 他的駱駝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當然閃避馬也有 但是駱駝來說團戰是更實用一點的 可以克制對方的遊俠 所有的馬國都可以 接下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選擇越南 越南也是熟知的ACCM 那ACCM他的打法算是中規中矩 而且他居然也選擇越南 越南人玩越南 這個就有趣了 越南人他的經濟是可以升得很快的 因為經濟升級不需要木材 只需要肉而已 所以他的經濟來說算是很OK的 而且升級速度很快 越南來說他的打法算是打藤甲弓箭手 後期可以轉大象 主要是打一個弓箭手防守勢態的打法 但不小心看起來 這兩位玩家都選擇一個防守勢的選擇 駱駝也是防守單位型的 越南人這邊工兵 藤甲工兵也可以反制對方的工兵 還有這個帝王戰 所以整體來說 這兩邊文明都是要打一個後期 對驅逐羅人還有越南 還有緬甸人算是比較有利的 那緬甸的話是在中期來說 博約算是太弱的文明 而且有主動權 所以可以拖到一點時間 讓隊友有後期可以打 接下來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選擇了瑪雅 瑪雅的部分是一開始村民會多一村 所以一開始可以點一下織布技術 那打法來說的話 在團戰還是要打這個 羽毛劍射手為主 雖然羽毛劍射手攻擊力跟射程 比這個強武少了一點 但是機動性極強 可以干擾到後面的貿易車隊 甚至後方村民都是有可能騷擾得到的 那後期也可以考慮轉一些大衝車 或是老鷹槍兵 作為輔助 那接下來看一下隊友的 是選擇了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又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而且吃果子速度非常快速 那192遊俠也是非常知名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紅色是選擇了達達人 達達人有免費的拇指環跟安血人戰術 以馬弓成型速度來說他是最快的 但是達達人有個缺點 他是要高打地的傷害 傷害是會增傷的 所以雖然守住這個高地來說 馬弓是有一定點優勢的 但是到了對方加力 這個進攻可能會有點困難 這個是團隊上坡的關係 所以不太好打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都要怎麼打 那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這個斜坡 不能蓋任何的建築物 那這個部分呢 是需要圍在這個高地的地方 才能守好的 但是這個是團隊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要去盡一份行李 去圍好 那通常伐木都是往後開 不會去往前開 往前開都是稍微有點雷了 因為你前面都是要靠這個 木頭去檢討自己的圍牆的資源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木頭挖 就往後挖 往後挖的話或是往下挖 都可以了 那如果往後挖的話 後面就要直接拉大堆的木牆為死了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就是要出兵去防守 兩種方法 那正面的部分呢 有些魚群可以去捕魚 那目前看到只有緬甸這邊 一個人去捕 那中間的魚群其實也並不是非常多 所以真的要吃完這些魚群的話 也不會說到太捕 但至少魚吃完也可以撒魚網 但撒完魚網也會有點危險 畢竟對方的遠程單位也不是吃素的 看到你在那邊捕魚一定會去射 好 那來看到兩邊都已經升到了封箭實彈 那史萊人這邊是打算要打一個直層 打寶兵的樣子 好聰明書來到了25村 好這邊有按了幾隻牆兵稍微防守 大家在互打了 OK搞定 那目前看到綠色的驅者羅人 是已經灑了一圈田了 也有可能是也要樹上城堡時代 但還是有先出一些馬 但也有可能是出肉馬的牙齒也有可能 兩種可能性 好目前看到駱駝這邊有絕對性的牙齒 但是駱駝第一時間被集火掉了 哇這樣駱駝送掉就有點小虧了 好那緬甸這邊已經開始挖石頭 那待會出來的兩隻村民 直接再繼續補石頭就可以了 這樣四個人挖石 到了城堡時代 就可以立即補下地印跟城堡 產出自己的飛鏢騎兵 喔他直接要再補一個了 OK三個人 不到五個人 OK五個人挖石頭是標準 好這裡再按兩隻村民 剛剛有點忘記按的樣子喔 好趕快蓋一下市集跟兵工廠 那木頭部分有點缺 還差石頭木頭 兵工廠再拉一村過來蓋 村民要再按一村 好補的是上方的兵工廠 因為兵工廠剛剛已經蓋的比較慢喔 所以一定要再拉個一村去蓋一下 好那這兩隻村民蓋完四級之後 就可以直接補石頭了 那這隻出來的村民 可以考慮去挖黃金或是挖木頭 都可以 好那目前看到對手已經在前線開始壓制了 小宮跟肉馬都已經往前 這邊的工兵是達達出的小宮 法蘭克出的肉馬 那只剩是負責圍家 把家裡給圍死 連隊友都幫忙圍 那攻擊是由隊友分工合作的 那小林這邊呢 他們只是都是靠自己圍喔 自己該圍自己的就自己圍 這樣大家防守壓力就不會這麼大 而且圍得也夠即死喔 那目前呢 看到瑪雅也是打一個 城堡時代的一個升級正常方式 那越南這邊是有弓兵的血量優勢喔 多對方大概6滴血 可以多扛一下弓箭的傷害 越南的前期的弓兵優勢還算蠻大的 血量多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兩邊 都已經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那屈特羅倫這邊肉類喔 不能再消耗下去了 可能要趕快補一些黃金了 要來升城堡時代 好 一升到城堡時代的瑪雅 直接開下了城鎮中心 好 前方瑪雅補下了城堡 還有房子 後面再補了幾個圍牆 肉麻的部分再次往前 繼續往前壓制 好 正面再補了一個城堡 這裡要點下飛鏢騎兵 後方的肉麻居然溜了進來 法蘭克這邊居然鑽破了一個洞 屈特羅倫這邊居然防守 似乎出現了 這裡要趕快補一些肉麻 或是槍兵怪防守 湊兵只能到處逃串 可能要死到山村 哇 真的山村都死去了 然後這邊打完山村之後 可以往緬甸這邊衝 緬甸這邊也是有些湊門被抓到囉 這邊趕快把城堡蓋好 轉出飛鏢騎兵來防守 正面部分小宮也在對射 但是以弓兵數量來說 達達跟越南 越南這邊是有數量上的優勢 但突然直接死了三隻小宮 哇 尷尬了 兩邊雖然其實差不多 但是越南這邊有血量上的優勢 但卻一直有點射爆對手 小宮對射的情況下 好像ACCM出現了一點小小問題 數量上雖然有優勢 血量上也是喔 但卻好像打輸了對手 OK 血量上也很低 再繼續往下走 有點危險 哇 怎麼偷往後拉啊 剛往前走的話就可以全收掉了說 這邊轉出了一隻駱駝刺頭出來防守 這裡也開出城堂中心 趕快收村一下 飛鏢騎兵已經在屯了 屯了三到五隻就可以出去了 四隻就出門嘛 還是要五隻呢 好 家裡稍微圍一下 目前居著羅勒已經點下了城堂石帶 稍微被鬧到了一下 當然法蘭克人這時候也已經點到了城堂石帶 但是他沒有先出兵喔 而是先是開農 兵的部分呢是稍微出不下移 稍微來擋下這邊的肉碼入侵 好 這邊入侵進來 會撞到城堂中心 騎士沒有看到嗎 好 直接撞到法蘭克的後方農田 上方瑪雅羽毛劍射手 已經開始在騷擾 好 飛鏢騎兵也出門 法蘭克的肉碼已經剩下一隻 OK 終於解掉 羽毛劍射手開始在騷擾了 稍微抖動一下 來看一下飛鏢騎兵喔 有沒有做其他事情 好 飛鏢騎兵現在數量全部來回首下方 那羽毛劍射手打飛鏢騎兵的話是 飛鏢騎兵 只要數量夠多有接近到的話 是可以貼贏的 但如果一直射程遠程打擊的話 是有機會是羽毛劍射手可以打得贏的 有沒有 一貼金就打不贏了 所以羽毛劍射手這邊的問題喔 就是不要讓 跟對方接近的太近喔 一直要拉打 要用拉打 然後用這個彈道手 去打出自己的射程優勢來 飛鏢騎兵喔 就是越遠的話他打越歪 所以他會盡可能一直貼近敵人 一貼近就可以打到人 好 繼續拉扯 哎唷 射程 哎唷 點射 點得很好 因為飛鏢騎兵來說 他的弓兵鎧甲只有一擊的關係 所以很害怕見死 所以瑪雅騎吃吃打得硬的喔 但是就是不要貼太近 就OK 好 正面的部分 魚快要補完了 有沒有補更多的魚船 但補齊的這些肉 讓緬甲前期的肉量需求 下降了一些些 並沒有那麼吃緊喔 雙TG可以正常開農 第三個神任重性也補下了 好 正面的部分 肉馬也開始互打了起來 取得論的 駱駝給對方法蘭克有點壓力 好 打打這邊 轉出了弩兵 還沒有轉馬弓 但是現在弩兵 現在就有拇指環了喔 攻速雖然快速 好 直接用飛鏢騎上前 第一時間收掉對方法蘭克的騎士 但瑪雅也不敢正面開打 法蘭克在前方補了一個 新的城市中心 要來安全的挖木頭 後方稍微用自己的村民 保衛死 那目前村民差距是 130村 140村對150村 村民差距約為10村而已 但正面的部分 村民這邊又被受到騷擾 奴兵直接衝了自己來 法蘭克騎士往前砍 後方的弓兵開始扳擊回去 但這邊弓兵雖然有點不太夠 越南這邊不能轉戰毛兵喔 只能繼續出弓兵 這邊如果出戰毛的話 是打不贏前方騎士的 好 這邊驅逐羅倫 轉出了一些閃避碼 但是直接被對方法蘭克騎士給抓包 哇 這邊弓兵可能要全部損失掉了 哇 弓兵全死 滴到城鎮中心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怎麼一回事 太緊張是不是 滴到城鎮中心 Holy shit 這個 ACCN 這個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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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友看到應該傻眼了 哇 ACCN 你這個 這個 玩越南玩到至低城鎮中心 太太太 太勇了吧 玩自己的文明 很有自信啊 自信過頭 低下城鎮中心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有點有點有點怪怪的 我嚇到了這個操作 沒想到在頂尖的賽事中 也可以看到這種奇怪的玩法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但 這樣低確實是傷到了經濟 經濟有點慘 好 那目前臭名處 明顯弱厚 150吋 對上195吋 臭名差距45吋了 好 瑪雅的弓兵繼續往前推進 飛鏢騎兵呢也是及時回救 送救到了ACCN這邊 羽毛劍射手再次殺到 這個法蘭克 不是法蘭克 驅者羅倫的村民 法蘭克在後方也想要往前 好 這一波可以稍微包一下 飛鏢騎兵走得很近 好 開始攻擊 掉了三隻羽毛劍射手 後面這邊三打三集結 第一時間射擊的是後方的飛鏢騎兵 但是躲掉了箭矢 現在沒有人點彈道學 因為彈道學是一個很貴的 科技喔 點一個彈道學 可以多開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邊開始拉打 攻兵 一句往前射 拉打效果還不錯 但薩比馬第一時間攻擊是後方的羽毛劍射手 這邊有點沒有控好 飛鏢騎兵也往前射 想要直接打掉大量的弩兵 弩兵被貼近到了非常近的距離 飛鏢 直接無雙收掉了所有的騎士單位 公兵單位也收得差不多了 剩下羽毛劍射手 套一隻天空熊 再幫忙輸出 哇 剩下十四隻啦 果然是團戰之鬼啦 飛鏢騎兵 直接打出軍事差距了 但是經濟差距有點龐大 快要差了七十村啦 哇靠 這部臭命差距有點猛 好 那下方也有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在持續騷擾當中 但這一波羽毛劍射手有點刻不成軍了 剩十四隻的單位 而且血量都非常的殘 雖然現在經濟有優勢 現在在生時代當中有點空窗期 飛鏢騎兵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趕快去到處燒了 才可以拿到這個經濟的差距出來 好 這根城堡快要蓋好 飛鏢水兵 直接撞城堡嗎 好 越南的工兵過來 這一波不太可以吧 好 拉掉 拉掉 越有棍多兵過來 想要來直接插寶 OK 直接插了黃色城鎮中心 黃色是法蘭克 法蘭克這邊城鎮中心就會斷木 這裡沒有安全的木隙 法蘭克會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往上轉城鎮中心 正面轉城鎮中心 守不住真的很難受 好 法蘭克這邊帝王時代還有三十秒 二級馬卡也在研發當中 這邊先點下帝王時代的是藍方 飛鏢騎兵 緬甸人這邊升帝王 可以趕快去點安息人 安息人戰術可以增加二點的遠防 好 工兵上高地 直接射擊上方的騎士 在攻防抖動 重裝騎士在升級當中 第一時間要先打騎士嗎 還是打後面的飛鏢 打後面的 哇 打後面的買了羽毛劍 射手很痛 這邊直接變閃陣 好 後方的越南工兵 也是持續拉打當中 第一時間把工兵全部收掉 好 後面的馬工過來 想要直接往前貼掉 但是這邊能夠收藏掉嗎 看起來可以 馬工這邊輸出 努力抗住傷害 羽毛劍射手把最後的飛鏢騎兵 給打掉了 哇 這邊高打低還是有點吃力啊 應該是低打高 感覺飛鏢可以吃掉那一頭的 瑪雅羽毛劍射手 但是卻沒有吃掉 後方的奴兵 也算是收掉了一些騎兵 馬工也是 但最後還是讓對方 順利的解掉這一波的會戰 好 現在去著羅人到處騷擾 用自己的閃避馬 到後方亂砍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這邊可以砍很多村民喔 三十六村 然後這邊只能躲15個人 有20個人 隨意你打 不繼續往後了嗎 是我的話 我就直接走角落 邊邊角角 用我懶得空 我就會直接走邊邊角角 看一下有沒有人 好 那瑪雅這邊是 展出了更多的 羽毛劍射手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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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方的重裝情勢 在後方繼續進行攻擊 下方的騎士也在繞 好 看到這一波喔 飛鏢騎兵反打回去 但是上方的馬弓數量越來越多 羽毛劍射手這邊還沒點下精銳 先點了真兵技術 但是巨型投石機已經在攻城當中 這個團戰啊 看起來還是要等一下隊友 等到帝王世代才可以全面開戰 目前飛鏢騎兵點下了安息人戰術 抵抗一下對方的箭矢傷害 後方的閃避馬有點騷擾到了 這邊也是有騷擾到一些的感覺 村民數少了一些 這邊直接再上去往前亂砍一波 哇 又砍到了一些村民 法蘭克這邊還沒辦法點下192游侠的升級 羽毛劍射手這邊開始升級精銳 這邊法蘭克用自己的騎士想要保護羽毛劍射手去攻擊閃兵馬 閃兵馬全部被法蘭克的騎士給吸引到 這樣很虧喔 閃兵馬要直接往後衝才可以 但是卻跟對方騎士互打得起來 這樣就有點虧了 好 趕快往後拉 目前看起來升到帝王時代的只剩下打打還沒有 那還有曲德羅倫這邊也是很難點下帝王 家裡一直有騎士在做騷擾 韓克這邊打得很厲害喔 一直在多線 好 上方的馬功也是在繼續多線 想要進去騷擾個一波 這邊部分就有馬雅跟法蘭克人去做一個攻堅的動作 那攻堅的話通常就不要再打多線喔 不然會很有這個軍力不足的問題喔 如果要打多線的話就要像法蘭克這樣子喔 拉個兩隻就好 不要拉個像什麼一大坨 像這個打打一樣 拉太多 好 那打打上方的遊擊戰還在繼續持續當中 正面城堡順順利拿下來 哇 後面曲德羅倫砍到了非常多瑪雅的村民啊 這一波交換又賺到了 OK 正面羽毛劍射手 遇到對方的強盧開射 射成優勢 開始把羽毛劍射手給逼了出去 這邊強盧兵血量48D血血量非常多 後方的馬功持續在騷擾越南的後方村民 這邊在屯一波強盧想要來防守 反正面羽毛劍射手一直往後撤 遇到對方大量的 飛鏢騎兵也是只能選擇撤退 這邊法蘭克的遊俠一直有在下水裡繳跡象喔 一直往前送喔 並沒有在控感覺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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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送更多了 飛鏢騎兵果然是傳戰之鬼啊 好強大的鴨子裡 羽毛劍射手雖然點到精銳 但是對方的強盧數量還是有點多 打不太贏 好 下方這邊兩個隊寶 兩邊都是想要奪取這塊黃金 好 現在在補一根青的城堡 這邊部分有大量的 拿打馬功入侵進來 但是越南在家裡準備了一坨工兵等著他 你一趕進來我就對著你對射 但是後方26隻馬功還在繼續拉扯當中 上方的飛鏢騎兵也是在阻止對方的巨頭 還有這邊想要蓋石牆的村民 好 這邊石牆是緬甸人蓋的喔 不是瑪雅 但是上方喔 打打這邊已經蓋好了萬里長城了 好 這邊抓到ACCM的強姆落單 好 趕快拉回到真地 這裡的巨頭趕快拆除下方的城堡 瑪雅這邊再重新鋸了一波羽毛劍射手 現在來到了51隻 好 這邊法蘭克192遊俠終於補下 貿易的部分準備開跑 但這裡卻沒有市集 好 緬甸人這邊轉出了大象 那緬甸的大象喔 防污率也是特別高的喔 拿來打對方的中兵單位喔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打192遊俠也有足夠的坦度跟反制力喔 所以緬甸後期轉大象我覺得很OK啊 但飛鏢騎兵還是要撤一下場喔 要等到後面大象轉型出來喔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OK 後方的重裝騎士再度往前補了過來 緬甸羅人繼續反制回去 後方的攻兵往前 好 192遊俠的動物升級好 攻擊力18攻 3攻 3防都有 好 但是遇到大象 192遊俠的存在感 就不會有這麼重了喔 哇 這個大象扛了非常多的遊俠傷害 不虧 好 左邊蓋城中心被抓包 左邊馬攻繼續騷擾 哇 這邊打打馬攻騷擾好煩啊 正面也開始攻城當中 現在要分兩頭燒 上方打打部隊 加上下方的騎兵 但我怎麼覺得192遊俠的數量真的很少 應該是法蘭克這邊把黃金喔 全部把黃金存到了貿易車隊 那如果在跑運貿易的途中缺乏的黃金喔 可能還是要把黃金先投資在貿易車隊喔 先轉漏馬 幫隊友扛一下 那隊友這時候就先不要進行前壓會比較好 越前壓越容易打不進去喔 因為自己家裡192遊俠 雖然一直沒有辦法量產出來的話 打防守戰會更好一點 好 這時候馬亞他們 果然轉出了防守陣型喔 不想再繼續往前壓了 果然轉出了肉馬升級 沒黃金阿 法蘭克人 黃金有點少 反而遊俠真的是太貴了 遊俠不然強喔 但是沒有錢的話 遊俠會越出越強 把這個貿易跑起來 永續經營喔 更是重要的 好 這邊飛鏢騎兵 把這個礦區拿了下來 但是貿易還是得跑的 但是貿易還是得跑的 好 打打的馬弓開始往前送 這裡有少量的馬弓繼續騷擾喔 好 正面巨頭開拆 羽毛劍射手開始反擊 哇 但是數量太多 羽毛劍射手會打輸嗎 好 法蘭克這邊又爆出了一些遊俠 開始有黃金了 nice 貿易開始慢慢跑起來 19遊俠開始狂噴 遊俠扎落馬 開始保護打打這一坨的馬弓 想盡可能的擊殺到更多的村民 羽毛劍射手 居著羅人轉出了更多閃避馬 而不是駱駝 閃避馬雖然可以打馬弓跟強奴 但是前方的遊俠 就有點難扛了 好 更多的強奴走過來 防守一下 OK 192遊俠直接被射爆 好 後面閃避馬可以直接上前追了 好 後面閃避馬可以直接上前追了 追後方的馬弓 好 這邊192遊俠已經直擊到了 居著羅人大片農田 這邊居著羅人沒有肉的話 待會就會斷肉 斷肉的話就不能轉出更多駱駝來反制192遊俠 完蛋啦 這邊看起來遊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到處都有遊俠在亂竄 這邊史上也是非常慘重 最後面的部分 緬甸轉出了衝車升級 好 這邊馬羽毛劍射手 開始做一個拉打 想要把這個衝車先解決掉 完蛋了完蛋了 要被貼到了嗎 好 快攻擊於後方的衝車 補了一個城堡 好 但緬甸這邊 隊友好像有點快不行了 遊俠還在繼續屠殺當中 村民數下降到了非常多 只剩下100村了 居著羅人 越南這邊也只剩100村 緬甸剩85村 現在三家村民 明顯是落後於法蘭克跟瑪爾這邊 好 這一波大戰 那羽毛劍射手能夠擋得住 團戰之鬼 飛鏢騎兵嗎 飛鏢騎兵 對方遊俠傷力也是不錯的高 打對方攻擊也OK 這邊繼續用飛鏢抵抗了起來 這波1扛2 有機會嗎 飛鏢騎兵的數量也是大幅減少當中 遊俠要再依序補路過來 有點扛不太住 因為剛剛村民死傷太多 拉了一些肉去轉村民 但轉了村民就沒有大象 沒有大象的話 就很能砍住192遊俠 還有後方的攻兵的傷害 這邊飛鏢騎兵只能 最後打出GG 把我們恭喜 凡克跟瑪雅還有打打拿到最終的勝利 後方這一坨的馬攻 確實也是很難纏 而且遊俠的部分 一直在到處騷擾 上方又補了更多的馬就 要來直擊 左邊ACC越南的領地 越南這邊只要被騷擾到的話 基本上就少了一架 少了一架基本上就歸零了 後方的經濟也是慢慢跑了起來 後續的192遊俠要繼續處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 有這個 打打拿下最多的分數 77912 黃金一挖到19000 食物的部分是法蘭克 基本上三種最重要的資源 都是被法蘭克馬雅達拿下了 石頭部分是有緬甸 挖得非常多 4900 軍師來看一下 法蘭克這邊是1.54的KD 擊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打打這邊也是2.21 應該都是擊殺村民居多的 目前看起來 這個緬甸雖然是彈賺之骨 但他擊殺單位 都是對方的工兵還有遊俠 所以擊殺的效率比 並不是特別的優秀 如果是打對方村民的話 可能擊殺會最好 驅逐羅倫轉出的閃避 反而是扛了非常多遊俠的傷害 所以KD看起來並不是非常漂亮 雖然到了後方 打到非常多的村民 但最後還是會被遊俠給擊殺掉的關係 所以KD值只有0.35 那越南這邊的強武的部分 是因為一直奔波的關係 而且一直被遊俠給吃掉的關係 所以KD值也是不是非常好看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的影片 先ourt錄 TES